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依应春节返乡需求 指挥中心启动春节期间入境检疫专案 提供三大方案供民众选择 提醒您 无论选择哪一种检疫方案 均请确实遵守防疫规范 并请配合相关筛检措施 特别提醒选择10加4或7加7方案的民众 返家居家检疫期间以一人一户为原则 同屋内若有其他同住者 同住者需完整接种疫苗满14天 且不可与居检者同处共识 并请遵守指挥中心防疫规定 让我们一起努力遵守检疫规范 守护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师大外小 今天是12月28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又涨了 涨了147点 两天涨了200多点 今天指数的高点又来到了18197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老实际上这个盘还会不会再涨 这个很难讲 因为早上我们看了一下这些新闻什么的 大概就心里面有底 应该今天又是一个大涨的盘 为什么 台积电的卫泽家跑去找台中市长 对不对 他没事干嘛去找那个燕子 你这样就有意思 所以大家就开始联想 台积电两奈米的金元厂 可能要盖在中科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盛销城上 当然那就是表面上的 事实上他们应该接触很久了 下面的已经沟通很久了 都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才去建市长 那就不管嘛 反正今天就是涨台积电 所以指数就涨了147点 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积电是大涨 大涨了9块 很棒 好棒棒 K线图他也慢慢做一个转正 其实我讲句难听 今年台积电根本其实也没什么涨 他就在这边 那你长期持有就赚一点息而已 赚一点息利息 股息的钱 那其实他涨一下也不过分 所以指数已经扣关了18,200 很快就搞不好就看到15,000 18,500 甚至19,000 那这两天之后就 今年就过去了 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你像我都跟你讲我买什么 对不对 礼拜五跟你讲我买会赚科 结果很多投资朋友就说 你白痴啊买那什么股票 怎么样怎么样 昨天收了个小红呢 然后他们就说 我跟你说这个股票就死掉了 今天一开盘 14秒就涨停 不用一分钟 14秒就涨停 这好像不是我的错 不干我的事 对不对 当然还是会质疑的人 还是会质疑 对不对 就已经这么公开了 还是会质疑 为什么 不干你又减的卫生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怎样 见不得人家好嘛 我告诉你啦 那很多人喔 都是那个 别的老师的助理你知道吗 没事就来酸两句啊 再来亏两句啊 再来咬两句啊 好像一副 他是正义魔人一样 结果遇到我们这种大无畏的 根本就是铁板一块 根本就鸟都不鸟你 我不会在乎那个啊 我干嘛在乎你那个 对不对 之前我71块叫你买立台 你不要买 啪啪啪啪啪 98 98你才买 哇那我不下车谁下车 你不能怪我们买股票 没有跟你讲啊 对不对 当然啦 如果我要做生意的话 我每天都给你贴沙龙巴斯啊 给你贴什么 紧喷啊 狂奔啊 冲天炮啊 飞弹 飞弹部队啊 什么什么什么特工队啊 每天给你贴沙龙巴斯在那边 好黑白龙 乱讲嘛 很多人都这样啊 人家这样还是一样啊 我跟你讲 他生意还很好咧 那你要吃那一套 因为很多观众们他喜欢吃那一套 那我要讲什么 对不对 今天排没什么好解 今天转台积电啊 对不对 那各类股比较强一点的就是涨航运股啊 航运股今天有上来啊 金融股 金融股也不错啊 金融股就是这个嘛 就是富邦金嘛 富邦金跟国泰金嘛 毕竟这两只股票 他今年赚很多钱啊 他也没什么企业啦 我跟你说那企业都算少了 所以你要特别了解说 今天股票涨 包含航运股 对不对 今天有涨 那很合理啊 前两天都没涨啊 不然人家人家每天都跌哦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现在手上没有航运股啊 你怎么不能叫人家说 哦获利那么好 叫人家都不要涨 对不对 每天都跌给你看 那好像也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是也恭喜台积电啊 如果说他真的要在台中设厂 这两奈米的金融厂 那还好台中火力发电厂 没有被封掉你知道吗 要不然台中可能会大停电 因为没电 好像是这样啊 听说是花若盛开 我们主委讲的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真的吗 还是说 官制两个口都很会讲话哦 那我说蝴蝶来了吗 你看到蝴蝶了吗 我说有啊老师 今天外资买了两百多亿 昨天外资也买了一百多亿 我讲他如果 可能左手卖给右手怎么办 那如果来了一群蟑螂跟蚂蚁呢 你要怎么处理 有时候你要想一下 说 像公喉结束 红海郭来民就出来讲 他说 明年可能会停电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既然大家选择 就是要不要抱怨 才讲完而已 人家昨天人家 红海的土城 顶捕场就停电了 周围上千户的 进千户 不要说上千户 也都停电了 昨天台电 昨天光台电 台湾整个地方 整个这么小的地方 多少地方停电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上网去看看 好那你再想 过两年高雄 台积电要盖三奈米 对不对 晶圆厂 不要算美光 不要算其他 附属的公司 去那边投资 通通不要算 台积电要去那边盖三奈米 现在两奈米的 要去中科 有水吗 没有水 听说也不够 有电吗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用爱发电 所以很多东西 就是你要去想一想 这样下去 好像我们之前 那个投票 很多人没去投 问题快出来了 我跟你讲 问题快出来了 只是你觉得说 无所谓 我跟你讲 这个高票 哇 我给你讲 你不知道 陈老师 你陷陷你 这次你看 起来 700点 你看 你看你看这波 也有700点 六七百点 六七百点 所以我会讲说你要谨慎小心 看清楚 你有些股票 在低档的你就要敢买 对不对 那你不退盘 拉高你可以先出嘛 换股嘛 对不对 我们都有讲啊 老师那你昨天买广民 没有 没有涨停板 我觉得你这老师怎么样很机车 我说没有涨停就没有涨停 我也没有骗你啊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写说我测标写说 恭喜广民涨停板 没有啊 没有涨停就没有涨停 你刚好骗人 对不对 但是我买什么 我就跟你讲买什么 对不对 你之前有加入我们LINE 或是说你有打电话来报名的 我们助理都跟你讲一样的话嘛 我们今天买什么 你参考一下 你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再跟我们讲 你如果印证的觉得不错了 你再来找我们 我们助理电话都有留给你啊 那这么开诚布公 你还赚不到钱 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那林百里昨天出来讲什么 元宇宙嘛 元宇宙是广达下去做 还是广民下去弄 老师我跟你说 元宇宙 今天的元宇宙都 都宇宙去了 都不怎么样 都宇宙去了 你看红达电 宇宙宇宙宇宙 整天在那边宇宙 对不对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今天大家大涨 他都没有宇宙了 对对对 那你还去想 你要去想 微生是四十几块涨上去 宏达电视三十几块涨上去 现在要不要休息一下 他们已经做了第一棒 现在有没有第二棒 其他七个接棒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话 不是研究他今天有没有涨停 我说今天没有大跌 我知道盘中有些人在看衰 我说看衰那你可以放空 我没有说你不能放空 放空就不要补 你为什么尾盘要去补呢 对不对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我知道有些投资人很奇怪 他说 开盘开座 开低嘛 赶快去空 然后尾盘赶快偷偷去回补 然后就在那边说一些酸葡萄的话说什么 哎呀今天被某某弦啊老师啊打嘴巴 怎样怎样怎样 就开始在那边抱怨 天堂有路你不走 啊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奇怪 有些人就好奇怪 所以我是觉得说 心态有时候改变一下啦 因为我担忧不是没有问 不是没有那个 不是无缘由的 你去想未来台湾会不缺电吗 那真的就像他们那些塔绿班的人讲 用爱发电吗 那你就要想清楚嘛 因为有时候是整体性的问题 当你之后 每天工作下班回家 家的都没电啦 啊家的那个 蜘蛛啊 那个养殖的鱼缸啊 全部鱼都磨起来的时候 你又会抓狂了 你又说这什么塔绿班 真贵分 那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鱼都磨起来了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 看你用什么样的情况想 你看我今天买华星光 没有涨停就没有涨停 我就是说 这第一天而已啊 我根本就不急 那你还去看嘛 他半年都没有涨耶 你把它七个月 他七个月都没有涨耶 他今天在这里 他今天开始带亮了 开始往上了 对 他今天就是整理下来嘛 对不对 你短线的话就是下降 要立线一点 你就知道说 哦 他短线上开始要往上走 其实他是刚上来而已 对不对 那有时候刚上来的股票 你要去想 他明天我开口 跳风开的时候 你要动作快一点 因为我告诉你 有些东西我先讲好了啦 不要说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这一根长红谁买的 我一直在等 这一根长红买的人表态 你知道吗 对他有些人隔天就冲掉 但是我一直在看进出表 这个长红下去买的人 跑了没有 他就给你整理 没卖 拉起来 也没卖 再整理 还加嘛 所以我不放过他 我就赶快下去买 我就赶快下去买 当然你不会去注意这个吧 你只会注意说 老师我跟你说 你前两天 在那个上面给我介绍这一支 你看好厉害 我说也还好 我就跟你讲 他三四个月没涨了 底部起涨第一根 不理我 第二根 骂我 第三天 哎呀没有连续涨停的 骗人的 今天开盘又涨停版 你去看我们的line 两万人做见证 当然你会说 老师我跟你讲 那个最近家人也很强 好那家人很强 我问你 第一根涨停版 你为什么假装没看到 第二根涨停版 你又假装没看到 第三根涨停版 你也假装没看到 第四天的时候 拉回你说 死掉了 那我问你 今天是不是又涨停 那你说 因为他不是在这里 所以我没有 再回到这里我就买 好啊 我问你 就算在这里 你敢卖吗 你看他后面是涨的是 小红小红小红 他不是大涨 他是小红小红小红 他到这里这几天才喷出 喷三天休息一天 然后直接直接涨停 股票后面有故事的 股票后面有故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特地人买了不少 他是用什么 用外资的户头在买 你今天出来 只要外资是大买的 我跟你讲 这股票很容易开盘就跳公开 所以你要看得懂股票在干嘛 当你发现 未来掌声的空间蛮大的时候 甚至比较大的时候 该承担的风险你要去承担 你才有可能赚到大钱 你才有可能赚到大钱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才有可能赚到大钱 好吧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 谢谢 2022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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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部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水扫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灵 欢迎您在外来现场投资观众朋友 耶诞节已经过了 那你要恢复正常 昨天欧美股市是表现还不错 大部分就是量缩 量缩做上涨 那昨天比较厉害就是 沸腾半导体是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那个像AMD啦 超伟大涨 那还继续大涨 那它不见得是涨那个元宇宙的那个题材 本身那个绘图卡那些都是缺货 显卡那个都是缺货 那接下来下一代的运用呢 应该也都是跟台积电有关 因为他们都是AMD跟超伟那个什么超伟啊 AMD超伟跟那个什么灰打 全部都是跟那个台积电下单 所以你说台积电今天特别强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啦 因为公告派一天啊他今年也都没什么涨 差不多大家观众朋友你如果持有的话也是打平而已 可是他旗下的应该就比较有看头 你像中沙这股票整理完了 这就涨停了啊 金顶金顶也大涨啊 所以我就不多讲 因为对于这种设备股喔 就跟那个昨天上班长我跟你讲 他就去见台中市长这个有关系嘛 就最后临门一脚了 那设厂之后我们就要去想后面台湾未来的情况是什么 不要在那边什么什么啊 那个那我跟你说呢绿电啊怎么样 绿你个头啦 占几%啊够不够 不够啊不够 那你要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喔我们 有一点数学观念的人就知道喔 不要什么都 抗中宝台啊什么的 我跟你讲啊 你喊抗中宝台会有电吗 还是说你现在缺电吗 马上用生的可以生的出来 不可能嘛你盖一座电厂 不管说火力发电厂天然气发电厂 甚至盖一个新的核四好不好 那个都要钱都要时间 所以你要有全新的思维 我觉得你也可以用时间去调整 你慢慢去调整说到底 谁告诉你的东西是真实的 你像我也都跟你讲 我说我不会去追涨很多的创伪 资源甚至元宇宙的股票 因为那个涨一大段 很多股票涨三倍五倍 我说我愿意去找那个低档上来 因为现在上市加上贵有两千多只股票 我宁可去布局那个低档上来的 我也不要去追高嘛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他听了下去 很多人他听不下去 你懂为什么 那听不下去也不是他的错 因为他可能他现在用的方法都赚钱 你知道吗 都赚钱的不用说嘛 你也不用听我了 在那边黑色隆重的乱说 你不用听我的嘛 但是你也千万不要说 像某某人说 你们那个不给我合并 我不选了 你不选就不选了嘛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蔡总统出来呛吓说 我2024不选了 当然嘛不能选 你本来就不能选啊 你已经连选连任过了 就是不能选嘛 有些人就是不讲道理 这个莫名其妙 从头到尾你看一看就说 对哦 他当然喊说他不选了 但是他就已经连选连任过一次了 还要再选 现在是怎样 对不对 改成做到四就对了啦 不可以嘛 民主体制有民主体制的缺陷 但是民主体制也不能这样恶搞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搞不清楚状况 大家都有念书的 大家都有智商的 不是大家都去打高端 你知道吗 没那么严重嘛 不选就不选 奇怪 这年轻人真的是很好笑 拉回 拉回找机会嘛 跟你讲大户也还没走 你不要说什么 老师啊你讲话怎么一出手就得理不饶人 我说我讲的是实话嘛 对不对 他喊不选不选就不选啊 本来就不能再选了嘛 是不是听话的 就像蔡总统不能再选2024 一直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听话的 那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听 不要听啊 我说老师跟你讲 你这个压回 你说什么大咖再买 我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去观察融资 异常的要增加 因为有大咖再买 可是我不能跟你讲说谁在买 就很多人他就说什么 不会涨 你这怎么样 就这样啊 今天一开摆就涨停板 你会发现说奇怪 六十几块你为什么不买 今天就79了 明天就8字头 我跟你讲明天一定8字头 那你会不会赚钱 你看我上礼拜五还买 那昨天哦 你自己看昨天的节目 昨天在网路上面都有 昨天我就跟你讲 你看哦 昨天一根红棒高点过前高 然后低点没有破前低 这股票几乎要转强 你看投信进来了 因为投信进来了 投信都不买这档股票的人 开始买耶 看到什么 看到研究报告嘛 你知道吗 投信买股票要写人用报告的 投信加入索码 你会相信我吗 老师那天立台 买的也够漂亮了 买完哦 研研 礼拜一涨停 研研 礼拜二创新高 研研 礼拜三又涨停板 研研 礼拜四 研研研 干分哦 那是怎样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在看我节目 他是赚好几百万直接贴交割单出来 可是我还是这样婉拒他说 因为主管单位有规定不能拿客户的交割单出来秀 当作绩效 可是观众朋友你也知道 你叫我们赖 有买 里面两万多人都看到了 都铁般的事实啊 有买就有买 你看 齐行整理 当初的齐行整理 立台 你就是不要 不认同 今天你又看到什么 看到他上来了 这个第一天而已 立台 早就买56 赚饭我告诉你 广明 老师 林董是不是喊假的 真好笑 你知道林董是谁吗 林百里 你没有搞错 当然你不会搞错 你只是状况外而已 打底七个月 我根本就不急 那你要注意喔 我刚刚已经上班场跟你讲过 你要注意喔 注意外支的动作 注意外支的动作 真正的控盘者 是外支 特定的外支 第一天啦 起掌信号明确 祝你大众好明天见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等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